反習派撐習派公然開戰 習近平面臨危機 美環太軍演 明年畫腰台灣 好經習近平視訊通話 背後動機引關注 上海一房東拋售93套房的背後 果然是大陷阱 減減減財財財 中國經濟寒冬來臨 上個週末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 和《求是》發表著名文章 姓讚鄧小平卻隻字不提習近平 結果事關事態持續發酵 撐習派即刻也在《人民日報》 和《求是》雜誌 康文反擊 這兩種不同的聲音 同時出現在黨媒 說明黨內矛盾爆發 習近平面臨危機 12月9日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曲青山 在《人民日報》第九版理論版 發表文章 傳聞近4,000字 盛讚改革開放路線 這篇文章 迅速引發海內外普遍關注 普遍認為 這是反習派 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在敲打習近平 12月13日 習派人馬在《人民日報》發文反擊 標題叫做 我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文中暗指是鄧小平的路線出現了偏差 先導致亂局 並稱讚習近平起座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文章作者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江金權 大家知道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機構 這篇文章也寫了4,000多字 其中6次提到習近平 2次提到毛澤東 已對鄧小平和江澤民 胡錦濤3人 同樣也是隻字不提 到了14日 《黨刊求是》雜誌 也轉載了中紀委官方媒體 《中國紀檢監察部》的一篇文章 標題與江金權的差不多 叫其次鮮明 堅持黨的領導 這篇文章更加長 洋洋灑灑寫了5,200多字 同樣盛讚習近平 隻字不提鄧江胡3人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先生 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評論道 你不提我 我亦不提你 說明雙方暫時還維持了鬥而不破的局面 屬於民工性質 多少還留有餘地 如果等到點著名進行批判的時候 那個基本上就是無謂的階段了 在過去這幾天中 中央一級黨的喉舌 同時發出兩種巨大的不同的聲音 時事評論員江峰認為 這個意味著黨內矛盾爆發 習近平的實際控制權 肯定是極度弱化的 甚至黨內最高主權已經失去 美國參議院12月14日 通過2022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四項與台灣有關 最令人關注的莫過於建議拜登政府 邀請台灣參加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 而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戰力 法案也提高了捍衛中共的戰略預算 該法案上星期已經在眾議院過關 預計總統拜登將簽署該法案 這項總額高達7,680億美元的法案中 包含一項71億美元的 針對中共的太平洋嚇阻倡議 並要求美國國防部長 提出台灣防衛能力評估報告 協助發展不對稱防衛能力 加強美國國民兵與台灣合作 建議美台加強實地訓練和軍演 包含美國每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 確保台灣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並促進美台官員在戰略、政策和職能層級的交流 包括提高美台軍事力量的互可操作性 強化國防規劃合作 以及加強台灣後備力量 法案也要求美國國防部長 自2022年至2027年 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聯度報告 評估協助台灣透過智慧財產權轉移 共同開發或聯合生產等方式 在國內生產防衛性不對稱能力的可行性 和可取得性 協助台灣當前與未來防衛性不對稱能力 與美國和其盟友和夥伴的軍事能力的相互操作性 第一份報告 需在法案通過生效180日內提出 2020年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的 有美、澳、加、法、日、韓國 而文萊、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 也出當22艘軍艦 另外據《路透社》15號報導 美軍印太司令部據信研發了一款新軟體 用以預測北京對美國在高地區的行動 如何做出反應 涵蓋軍售美國軍艦駛過台灣海峽 甚至國會代表團對台灣的訪問 國防官員稱 新軟件將令美國官員能提前4個月 預測計劃中的行動 12月15號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舉行視訊通話 根據《新華社》發布的稿 習近平在會上表達對西方譴責 中共人權的不滿 並認為這是干涉中俄兩國的內政 習近平還說 中俄雙方要開展更多聯合行動 更有效維護安全利益 克利姆林工作理由李烏沙科夫 週三在檢報會上說 普京在會上向習近平介紹 他最近和美國總統拜登的視訊通話 習近平則對俄方的倡議表示支持 拜登和普京的視訊通話主要針對烏克蘭問題 美國警告俄羅斯不要入侵烏克蘭 而俄羅斯則要求獲得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保證 保證北約不會再向東移動及在俄羅斯附近部署武器 普京和習近平還表達對西方國家建立新軍事聯盟的負面看法 例如澳洲、英國和美國的AUKUS夥伴關係 以及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國建立的四方安全會談 普京還和習近平說 期待和他在2022年2月的北京東奧會上會面 針對中俄視訊通話 《紐約時報》分析說 對習近平來說 希望轉移外界對中共行為的批評 從南中國海問題 到與印度的邊境衝突 他還希望表明 中國在外交上沒有被孤立 特別是在2022年北京東奧會舉行前夕 東奧會是要展示中國的全球地位 而不是與世界大部分地區關係惡化 有分析人士說 中俄會談是要展現兩國互相支持 聯合對抗的姿態 但聯合陣線有局限性 報導援引卡迪夫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謝爾蓋拉琴科說 他們尚未達到北京會支持俄羅斯 對烏克蘭採取任何冒險行動的地步 而中國若決定入侵台灣 俄羅斯也不會急著站在中國那邊 房地產稅將試點消息傳出後 10月份上海一個房東欲拋售93套房 而產權所有者世務集團 在股債雙重壓力下 這批房卻不能過戶 10月23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授權國務院 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 正稅對象包括居住用 非居住用等各類物業 不含農村窄基地 試點期限為5年 隨後上海一房東拋售93套房的消息 引發娛樂熱議 這93套房都在同一小區 位於寸土寸金的六家咀 不僅出行便利 而且對口楊敬公園小學和楊敬中學 都是上海第一梯隊的學校 六家咀是上海的核心地塊 房價差不多每平10萬起步 儘管這個普城小區是俗稱的老婆小 但依然不影響它腳底下地皮的價格 這個神秘房東他能夠在上海的同一小區 買下93套房 顯然不是簡單人物 最後媒體披露 原來這93套房是屬於世貿集團的 世貿集團在2012年收購了160套這樣的房間 現在國家要收房地產稅的政策出台 所以選擇拋售 所有房間8折出售 一共吸引了3萬名購房者 將這個小區塞得瑞士不通 以15小時93套房就清空了 既然8折出售 當然是有條件的 存款付清 然而不少已經交了存款的購房者 卻被告知不能網簽 無法完成交易 原因是去年世貿集團 將這批房作為資產抵押 給了六家咀信托 抵押金額9.5億元 除非將抵押狀態解除 也即是世貿集團 將這9.5億元還清了 才能進行正常網簽和過戶 房地產業內人士指出 購房者一旦存款付清 只能任憑開發商宰割 12月14日 世貿集團發布最新公告 將中指上海普城路 580龍普城小區 房源銷售 並將啟動善後程序 為客戶辦理解除房屋買賣合同 並依據合同約定進行處理 今年以來 中國遭遇了罕見的裁員潮 12月8日至10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稱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 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目前外企撤離 疫情衝擊 經濟整肅等因素 引發加工製造業 房地產業 交培行業等行業的危機 12月1日 外企毅被爆裁員 比例達20%至40% 影音平台抖音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 在10月以大幅裁員70% 15日 作裁人才發展中心團隊 世界最大的出行服務平台滴滴出行 則有10%的高管被直接淘汰 不止企業 稅末年中 江蘇、浙江、廣東、福建 及上海等地的公務員 開始降薪 降薪比例是15%至30%之間 同以往不同 這次降薪的區域 大多為經濟發達地區 由此可見 中國經濟形勢日出嚴峻 降薪帶來了生活壓力 由公務員詢問 是否可以下班 渣滴滴送外賣 河南商報微信公眾號發帖說 中紀委回覆說原則上不算違紀 有網友說這項消息令他驚訝 因為公務員作為鐵飯門中的鐵飯門 居然還要降低待遇 令人不知所措 11月28日 是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開考的日子 今年報名並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 達到了212萬人 比2021年增長約54萬人 增長率約34% 財經期限媒體報導 2021年國考和省考的報名總人數 約達668萬人 報考年齡是18歲至35歲間的人口數約 達3億人 45人中就有1人報考公務員 知名人權律師陳光誠 和看中國說 一面是公務員降薪 一面是2022年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 破天荒感超過200萬 這個從側面說明 中國經濟和就業情況有多麼糟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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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